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影不离 上一期咱们聊了世界上最大的菜市场 品尝了世界文明的海鲜早餐 今天咱们一起去放松一下 去泡一泡世界上酸性最强的温泉 据说这温泉水十天之内能溶解掉六寸长的铁钉 日圆一圆的银币在温泉里泡一周就会消失 这就是位于群马县连续15年排名日本第一的草金温泉 对于群马县来说 人们唯一的印象可能就是电影《头文字地》中 秋名山五连发卡湾 和高悬于山顶周杰伦与灵物性的约会地真名湖 但实际上群马县知名度最高的 是被称为日本三大名泉之一的草金温泉 草金温泉每分钟4000升的喷油量 使其称为日本最大的温泉 位于温泉街中心的汤田 是草金温泉的象征和源头 伴随着硫磺味和蒸汽的温泉水流过木格子 注入到下方的小池子中 最终会传送到附近众多的旅馆和浴池 由于草金温泉的强酸性和高达90度的水温 因此诞生了传统的柔汤表演 柔汤是指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工 一边唱歌一边用长约1.8米的木板 渗入浴池有节奏的打水搅拌 从而不用加凉水稀释 就是水温降低到人们可以正常泡汤的42度左右 强酸性的温泉水有助于治疗很多疾病 尤其在美容方面是最出名的 日本人温泉一日游是怎么玩的呢 他们一般下午3点在酒店check in后马上去泡一次 然后穿着浴衣去逛街吃饭 回来后再泡第二次 晚上喝点小酒睡觉 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泡一次 直到check out的离开 可见他们来此一日享受温泉的目的性是极强的 草津大约有100多个温泉 温泉水不仅用于沐浴 还用于中小学 市政福利中心 市政游泳池 以及社区街道和许多家庭的供暖 温泉街上有很多当地人经常去泡的共同浴场 还有供游客使用的温泉足浴 这些都是免费的 不管多么冷的天气 来到草津温泉 都会让你立刻感到无限的温暖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